人生苦短 好好地做人 没有必要把称恨和不平 留在你们的心中 并经常地在心中伤害自己 因为称恨就像一条蛇 在你的心中 你不去动它 它不会咬伤你的心 当你一恨了 它就会咬伤你的心 所以生性佛法 重视慈悲 你就没有容纳恐惧的空间 你的心才会安定 因为我们的心 慈悲对人不伤害别人 所以你就不要害怕 别人会来伤害你 有人曾经问过台长 什么是空 台长告诉大家 空从佛法界来讲 好像是个空洞抽象的字眼 实际上用白话佛法告诉大家 空就是能舍就要舍 难舍也要能舍 难忍也要能够忍耐 能够看破放下 那就是空 自在安详 就是本 今天刚刚得到的一个 很开心的消息 就是 那个上海 有一个同修 她的家里 婆婆出事了 她说 我婆婆最近学心灵法门 只有三周 上个星期 婆婆骑电瓶车出去 结果被卡车撞倒了 而且整个人 几乎全部在卡车的下面 结果她居然 安然无恙地爬出来 连电瓶车都是完好的 身上没有一点伤痕 她说 婆婆觉得好奇怪 她说是 观世音菩萨妈妈救了我 所以 一个人 有信仰 能够相信 观世音菩萨 不管有劫 有难 不管碰到什么事情 都会化现 为一的 我们人跟人之间的矛盾和隔阂 无论我们如何用人的办法去努力地解决 都得不到彻底的消除 这是因为我们人只能解决人的办法 而没有用菩萨的智慧来解决 但是用慈悲的力量 却能化解一切决结 使人间的一切因果得到善解 所以 慈悲的光芒能够胜过千言万语 它能使心灵之间的怨恨和隔阂 顿时消失在无形的世界当中 慈爱众生 并给众生带来快乐 称为慈 同甘共苦 怜悯众生 并帮助拔除他的痛苦 称为悲 救度他人的灵魂 使他不自堕落 这就是对众生最大的慈悲啊 慈悲是完全地放下自我 为他人着想的一种境界 也是修行人彻底放弃情欲之后 所产生的纯净和善念 所以一个人 一善解采悲之光 慈悲之光 威力无比 它能融化人世间一切不善的物质 照亮宇宙的任何一个角落 所以要学会慈悲 又要学会悲悲众生 又要学慈悲 又要学我们伟大的观世音菩萨的大慈大悲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